大家好,我是梦游的水 好久不见,深思想念 因为前段时间终于加入了羊群 不算严重,但持续时间有点长 所以直到今天这个视频才与大家见面 也特别感谢这期间大家对我的关心和支持 视频中大多是我2022年走过的一些城市城镇 具体地点有文字标注,就不一一讲解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有没有你向往我牵挂的地方 这里面出现的地方,我大多也都曾经专门做过视频 如果你对哪个地方特别感兴趣 可以点进我的主页翻看以前的相关视频 对于很多人来说,旅行就是要从城市中走出去 走进自然,走进乡野 我的视频也大多以自然风光为主 穿梭于森林,草原,流连于湖畔,花海 仰望着雪山之巅 所以一开始,除了自己所在的城市成都 我很少专门去拍其他路过的城市 但后来一位网友的留言让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他说自己很多年前离开家乡小城 如今因为身体原因缠绵病态,再也没有机会回去 也没有熟悉的亲戚朋友还在老家 特别想念家乡,却又无缘再见 所以当他无意中在我的视频上看到自己久违了的家乡小城 激动万分 那的确是一个不太出名的小城镇 平时没有什么人专门去拍摄 我也只不过在视频中放了他两三个镜头 但那条留言让我突然意识到 哪怕是再鸣不见经传的小城 也可能是游子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牵挂 有的朋友可能无法想象 在交通如此发达的现在 还会有人那么多年没有回过故乡吗 但现实是个人有个人的无奈 也许因为经济的原因 也许因为身体的原因 又或者是其他原因 总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自由地想走就走 所以我想 每路过一处市镇 假如自己正好有时间 便简单记录一下吧 不过因为我确实假期有限 很多地方只是路过休整 无法深入拍摄 所以大多选择最直观的方式航拍 而生活于此的朋友们 也可以通过无人机的视角 看到自己熟悉的城镇的另一面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 从没来过这些地方 却对他们充满了向往 比如我知道礼堂 便是很多外地朋友的向往之地 有人曾问我 你到一个地方 为什么不去拍拍每个村落 而是热衷于拍县城 其实村落我也拍过不少 但因为他们实在太多 太分散 作为一个只是假期出游的旅游爱好者 被专业认识 暂时我确实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一一拍摄 而县城 一个县就一个 比较具有代表性 所以一般路过都会拍一下 这个视频里面出现的 都是四川的城市城镇 因为2022年这一年 我没有出过省 曾有人说 四川这些市镇 都是大同小异 没啥看头 我不这么认为 通过视频你也可以看到 不管是地理地形 还是建筑特色 又或者人文风情 它们都是各具魅力的 当然这里只是四川的一部分 大家也可以去看我去年前年的总结视频 有更多的呈现 也有单独的自然风光的总结视频 希望通过我的分享 四川这个省份 能在你的心中慢慢立体起来 对于我来说 这便是极有意义的事 有朋友问我 2023年有什么计划 暂时还真没有 只是希望能邂逅更多美好 并与你们一起分享吧 谢谢大家 2023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